骑机车的妇人到路旁 突然停了下来 开始在轿车前面 捏手捏脚来回走动 突然镜头闪过一只狗 只见妇人手上拿着外套 原来她在抓狗 把狗抓到后 竟然直接塞进机车车厢 随后扬娼而去 发现自家狗不见的 似组钓跃监视器 发现原来狗是这样被偷的 就怕狗发声不测 赶紧将监视器贴上网 要网友帮忙抓人找狗 最后经过一天一夜警方 找到妇人和狗 不过事情却有意外发现 重回妇人家 发现住家到处都是狗 原来妇人误以为这只狗 也是流浪狗才会带回家养 看到这只狗 在家门口找手去 误会以为说 这个是没有人照顾的 繁殖场弃养的马尔基斯犬 就把他抱上车带回家养 虽然妇人豪心 要将狗狗带回家养 不过他的偷窃行为是公诉罪 恐怕还是得依法处理 记得留言专做花莲 采访报道